很多人說 現在路客越來越多 旅遊的品質也越來越不好 那環境生態的破壞 這個壓力也越來越大 因此要不要有一種方式 叫做倚駕質量 內政部 現在正在研議從明年開始 有五個國家公園 很多的景點 每一個景點 每一個人 你只要進去的話 不管你是臺灣人 還是外國人 都收你一百塊 如果你是開車子進去的話 小車子開你 收你三百塊 你如果是坐遊覽車進去的話 那一台大車要收你三千塊 這樣做法是不是真的能夠 以價質量維持整個旅遊 跟生態的品質 又或者是說政府又來搶錢 我們來看看 國家公園景色優美保有自然生態 是民眾旅遊的熱門景點 目前國內各國家公園 幾乎都是免費 但最快從明年起 遊客到國家公園就要收錢 根據內政部最新擬定的 國家公園收費規劃 未來國內外遊客到 陽明山 玉山 雪霸 太魯閣 以及肯定等五座國家公園 都將開始收費 目前計畫每位遊客 至少收費一百元 預估一年可以為政府增加 兩億以上的收入 觀光客 尤其是陸客 大批的湧入我們的國家公園 其實我們的經費 光這個來收垃圾 來做這些很基本的維護 都已經有點刺緊 有旅行社業者擔心 這位增加外國觀光客 來台觀光費用 影響來台意願 整個的費用的提升 這個觀光客它會裹足不全 不少國內民眾就認為 本國人已經繳稅 如果還要收費 就像是被扒兩層皮 但有民眾認為 國外國家公園 也有收費制度 但可以考慮 本國人與外國人 不同收費標準 收費 收費的話應該可以分國外跟國內的吧 覺得國內可能比較便宜 然後國外可能就貴一點 國外的話會是類似貧照 會有什麼配套的優惠 那可是本國人可能就只是 如果要進去 那當然就是可以有優惠這樣子 當地居民是確定不收啦 至於說本國國民 那戰部規劃最快從明年一月起 開始收費 不過全案能否得到 立法院同意通過 還有待觀察 記者讓雄 張子佳 台北報導 那麥大哥 我們來看看這個收費計畫 不過我想很多人看了 會很生氣 可是也許要靜下心來想一想 因為其實呢 以價質量的確會收到一些好處 就是說對於旅遊品質 因為人會變少 變少的旅遊品質就會變好 然後再來是說 對於環境生態的破壞 也許會降低 我們來看看 現在內政部打算 我們必須強調 他現在還在研究當中 我們當然今天也邀請了 內政部相關的官員 不過說他這個是說 計畫現在還在討論 還沒有定案 所以他今天也不方便 前來說明 可是現在比較可能的一個 收費方式是說 每一個人都要收 打八道會可能也是收一分 打八道會可能會收兩分 個人票一個景點一百塊 那你如果譬如說 你到那個陽明山國家公園 你冷水坑也去 然後二子坪也去 然後晴天鋼也去 你可以買這種套票 就是連票 那大概是兩百到兩百五 十八歲以下六十五歲以上 軍警消低收入等等的 是不收或者是半價的 大型客車是三千塊 中型是一千五 小型車是三百塊 哪些地方要收 陽明山國家公園呢 包括陽明書 金山自然中心 天心園 晴天鋼小油坑 冷水坑 二子坪 大臀自然公園 這其中有一些地方是 臺北市新北市的居民 至少一個禮拜會去一次 二子坪就是一個很平 然後很適合老人家 去那邊健行的一個地方 那晴天鋼別台 你去走那個一路古道 其實很多人很漂亮 然後你去看那邊看牛 小油坑 你可以看很漂亮的這種 所謂的那個硫磺的 這個風景 冷水坑 你可以去那邊泡免費的溫泉 所以其實這些地方 是對於新北市 臺北市 或者是北部地區的民眾 是經常去的 像在走廚房 雪霸就比較難去一點 雪霸包括官物油氣區 雪建油氣區 他也打算要收費 所以泰魯閣 你幾乎所有的人 大概都會想去泰魯閣 那他要收的地方 也就是說 你最想去那個地方 就是泰魯閣口道 天翔中間 最漂亮的那個東段 那部分 玉山國家公園 瓦拉米景觀步道 塔塔家 塔塔家 其實也很多人去 因為你可能要爬玉山 覺得自己爬不上去 你就在那個塔塔家那邊 遙望一下玉山就可以了 很多人去這裡 墾丁更別談 包括鵝鑾鼻公園 貓鼻頭公園 龍潭 龍鑾 自然中心等等 這些地方呢 可能每一個景點 每一個人都要收一百塊 我想問的是說 內政部的說法是 人太多了 特別是陸客太多 陸客到目前為止 我其實我們也不應該笑人家 以前的臺灣的出去玩的品質 也是很差 可是目前為止 陸客的品質 真的是有待商榷 如果用收費的方式 讓人數比較少一點 好不好 我覺得內政部的說法 跟觀光局的說法是兩碼子 好像是這個 流頭不對馬尾 觀光局是每年不斷的希望增加呢 來臺的觀光人士 今天人家把人送到你這個地方來 來消費 你還不高興 你還要說覺得人家來太多 然後破壞你的環境 OK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的官員 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然後呢 我在來之前 我問過一些學者 那一些專家 他們他們都持反對的意見 那為什麼持反對意見呢 國大公園本來就是像剛剛我們這些樹醫生 這些暴術的專家 生態專家 其實上他是完全是一種生態培育 OK 他不是個油漆區 如果今天在國大公園 他在油漆區的部分 那我可以支持 他可以去收費 那或是佐量收費 或者是怎麼樣的收費 但是問題是很多地方都是一種 這種國家公園的這種生態的這種環境 那這樣的一個收費 其實本來政府就要去保護這樣一個環境 那你這樣收費實際上是不合理的 然後另外呢 還有就是說 像那種什麼大客車三千 小客車一千五 我覺得這好像叫搶劫 今天你來一個地方 你老百姓平常已經就在繳稅了 那這樣的環境 你本來就要 因為你要這樣這樣的一個設施 你本來就要有那個停車場 你本來就要有這個旅客服務中心 你本來就要有這些英雄的設施 你才能吸引觀看客 那你不是說希望你的觀看客越多 你的人次越多 就表示你這個地方是值得人家來去參觀 來去欣賞 可是慢慢來給我打擦一下 然後其實我們 其實我有時候也會去這些觀光景點 你看到那麼多人 或者是一些脫緒的行為 你真的也會 就神經 我們來看看 包括隨地尿尿的情形 甚至有更更噁心的事情 包括對我們的很重要的風景 在那邊刻制 什麼 我們如果用以價制量 也就是說你真的想來的 你的慾望很強 而且你素質也許好一點再進來 否則你其實用以價制量 不是對臺灣的這些旅客們 是更好的一個保障嗎 我們來看看之前引發的一些 所謂的路客所帶來的旅遊爭議 就是這一排字 梁琪琪到此一遊 刻的地方竟然是這一個 百年歷史的文物上 讓大陸網友馬翻天 但路客不只在這 留下走過的痕跡 來到臺灣 中國長洲路客 趙更大這幾個大字就這樣 刻在著名風景區野柳的岩石上 破壞風景 而且沿路走 沿路刻 台東著名風景區龍舌蘭 每一片葉子都被刻上好多名字 這種壞習慣不只路客有 臺灣人也有 台中公園橋底下 大大的I love you 畫著紅色愛心 旁邊還有道瓷一遊 連這裡都能變成留言板 原來是划船民眾搞得貴 留下紀念卻一臭萬年 彰化著名的摸乳像 就有大學生直接留下科系名字 讓學校跟著萌修 看看這一條百年古蹟 因為這些人成了最髒亂的地方 讓人不禁搖頭 他們的功德性在哪裡 不過可能要特別說明一下 冠機也是之前很重要的一個旅遊 雜誌的旅遊記者 他除了是要互數以外 他之前也對臺灣的旅遊 景點有很多的琢磨 我想問一下冠機 收錢好不好 其實收錢 最後就是問說 你錢收了之後去幹嘛 維護這個地方 那個內設部長有講 因為你現在沒有錢 可以去收垃圾 維護的話 例如說像我們到那個野柳去採訪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說 其實野柳這邊 他那個環境 環境本來就是很脆弱 那你真的要去維護他的話 其實你可能是在這個錢上面 你需要的是在軟體 例如說在人上面 那在硬體上面 事實上你你沒有辦法去真的去維護什麼樣的品質 但重點是你那個人要去把讓遊客不要去破壞 或者是讓遊客不要發生危險 漢江我請教你 你站在環保團體的立場 就是國家公園是臺灣生態應該是最敏感 或者是最重要的地方 理論上他不應該完全沒有限制的讓遊客進去 現在我們看到是情形是這個樣子 剛剛野柳當然不是國家公園 是國家風景區 可是我們看到的 不管是像墾丁的情形 陽明山的情形 派魯閣的情形 其實那種人為對自然的壓力 是很大很大 內政部現在打算用乙駕 質量的方式 難道環保團體也要反對嗎 問題是我們必須要 就是說國家公園 他原來的目的 其實是以保育為目的 是以為優先的 然後觀光是觀光 或者是教育推廣 對 而且其實如果是 如果是教育跟觀光來講 就是教育還是要比 觀光還是要高一點點 是 就說其實是保育 然後教育 然後才是觀光 所以觀光應該本來就是要 你應該是規劃 那個生態衝擊不要那麼大 是 那他只是 我們政府就是只有推這種 以價資料什麼什麼這一些 實際上價格並不能 我們是可以就是量量少是 確實是降低生態衝擊 那實際上花得起人 有時候品質也不見得會好一點 我們常常就陷入這個迷失 就其實就像我們說 有錢人不一定是比較好的觀光客 所以就像就像我的意思說 就像我們素跟小汽車這種 其實有錢人就是開汽車 慢慢那個會不會反而有一個反效果 就是說你收了錢之後 你說對一個人收一百塊 你也許又玩兩個景點收兩百塊 一臺車子又收三百塊 我一家大小出去 被收了一千多塊 更歐 我也許垃圾就亂丟說 反正我有交錢 那個會不會導致更大的問題 絕對會的 因為基於這個問題 其實在中國大陸 他們最近也引發了一個 湖南的鳳凰古城的問題 一個鳳凰古城 然後他要增加收費 一個人差不多將近有六七百塊錢 然後鳳凰古城裡面的包裝 幾乎都是商家 那只有久住景點 但是他要提高收費 連當地的居民的 如果你不是直系血清 那你也要收費 他們現在開始就是抗議示威 甚至跟就是幾名之間 發生甚至衝突 然後還有這些船家發生衝突 所以甚至包括了 他們以前什麼山東近南 或是其他的四川 昭源這些地方 他們也在悄悄的想要漲價 因為中國大陸 他們有一個發委會 就是三年就是要求不准調價 但是因為三年過了 那這個忍動期開始了 才調價 那臺灣其實因為國家公園 本來就是一種社會福利 是 你調高價錢 那請問一下 中均收入度的老百姓 他們怎麼去 那只有在鄰里公園嗎 附近公園嗎 就像說我家附近的一個這個公園 在新店碧壇那邊一個 這個陽光運動公園 他是一個軟實力 當這個新北市政府放了這個陽光運動公園 每逢週末假日 成千的上萬的人 湧進這個地方 他只是一個碧壇河的一個下游而已 只是兩邊的河道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說 我們很多的軟實力 根本就就只要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吸引很多的 但他們為什麼不去 因為不要收費免費的 當然相對也造成一些垃圾 遭到一些交通的流浪的擁擠 但是問題是 本來就是我今天老百姓 我每年都要納稅 但是呢 這是政府拿老百姓納稅的錢 去做一些社會福利的事情 這本來就是應該做的 國家公園 你國家公園要去栽培 有些管制區域 OK 那我覺得你可以限制 是 OK 總量管制 但是呢 你的郵寄 但是這個地方 你就不應該調價 因為你剛剛的這個漢江在講了 國家公園 本來就是一種保育為先 觀光為後 我主要呢 還有去教育 帶領了很多的小朋友 然後中學高中 就像美國的黃石公園一樣 曾經黃石大火 他們的教育部要求 所有的學校呢 都帶領了小學 中學高學 高中升大學 到那邊去看 黃石大火 因為不小心的點火 造成了森林大火 是 OK 那造成了這樣子一個森林的破壞 造成一個人類的浩劫 到現在那些黃石大火 呈現的遺跡還在那裡 每次遊覽車經過的時候 導遊呢 或者是當地導覽員 都會去說 所以那個教育的功能 是很重要的 對 教育功能是最優先的 我們也歡迎觀眾朋友 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一起討論 國家公園在明年 可能我們必須強調 他是可能 然後念字 不過內政部已經有一個 很具體的計畫出來 就是一個人要收一百塊 一臺車要收三百塊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們先歡迎臺北市的張先生 你好 我是臺北市 我是反對國家公園要收費 是 原因第一 就是國家公園 他所有的資源 所有的經費 都是我們國民納稅 出來的錢來建設 應該要讓我們全國人民 都可以去享受這些 否則就是有錢人才能進去 窮人進不了了 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可以看我們很多BOT案 BOT案是政府不用出錢 企業出錢 結果他做出來的東西 要收很貴的錢 你才能進到那個地方去遊玩 是 所以說現在就變成有錢人才能去 窮人去不了 是 我非常反對 如果要收的話 也要分國人跟外國人 是 兩種不同的價碼 好 謝謝 臺北的林小姐 喂 陳主持人好 在座的來賓好 首先在國家公園是否要收費的部分 我贊同剛剛前一位張先生所講的 難道說我們國家公園去逛的人 也要分成一國兩制嗎 就是好像有錢人才逛得起 然後就是說收入不好的家庭 基本上他們已經沒有多少地方可以去的 就要收費的地方 比如說美術館要不要收錢 要 他們可能沒什麼機會讓他們的小孩去逛美術館 可是你國家公園這部分 這是天然的 大自然的 上天賜給我們的 你不應該收費的 那你基本上你講說人數太多我要控管 真是笑死人 大家想一想回想一下 2009年那時候開放ECFA之前 中國送多少的觀光客來 那個時候我包括整個社會還有執政黨 還有在野黨 大家都是警惕我們的政府說 你人太多來這個觀光區 會有這個很多環境維護的問題 那個時候政府要聽嗎 那時候馬政府要聽嗎 他完全都不聽 所以說我老實講政府搶錢嗎 不是 我覺得政府是在剝皮 在剝人民的皮 你今天沒有錢了 你就這邊剝一點 那邊剝一點 那我現在要再講到前面 你們講的砍樹木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政府不是在砍樹 這個政府他在謀殺這些樹林 謀殺這些森林 我為什麼這樣講 剛剛大家有提到說 這個試運要蓋一個這個選手村 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他今天要找土地很麻煩 你今天如果要蓋在 已經有人住在上面的土地上的話 你要牽引是很麻煩 所以他就找一群 只有樹木蓋在那個 只有樹木長在那裡 他把樹全部都砍掉之後 那些樹是不會哀不會叫 不會喊救命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政府 那我真的不曉得 好 謝謝林小姐 臺北的謝先生你好 你好 行政官員 不懂樹要修兩天的協分 然後這個是不是要立法還是怎麼補救 另外如果從減碳的角度來看的話 植一顆五百年五十年的老樹失敗的話 應該補中多少樹才能保持碳平衡 這是不是也要立法 那澳洲對於貓狗有磕稅 用這些稅收的經費 來處理流浪貓狗的問題 臺灣會不會有必要要立法跟進 謝謝 好 謝謝 不過我們也來看看 其他的人怎麼樣看待 國家公園到底該不該收費 民進黨立委李俊一 他說陸客低價旅遊 的確會影響到觀光品質 造成國家公園營運成本增加 那你就去跟陸客收錢就好了 那國家公園預算超過十九億 那國人平均每個人 已經分攤將近一百塊了 那還要跟民眾收費 等於八兩成皮 國民黨的立委呢 他也說蘇清泉 他也說快去這麼壞 政府應該要鼓勵消費 鼓勵國民旅遊放鬆心情 你還要求錢 會增加民眾的負擔 即使不得不收費 也應該要只收陸客 只收外國旅客 或者是比他們收得比較貴 這種差別的這種門票的費率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說法 內政部長李鴻元說 最近幾年入園的人數 大幅增加 預算跟實際 要做的事情 有明顯的落差 而且考量大部分的遊客 不是國人 原則是使用者付費 那收費主要的目的呢 是提升觀光跟旅遊的品質 錢一定會拿來用在國家公園 管理跟設施上面 內政部營建署的國家公園 組 組長劉培東 他說美國也收啊 黃石公園的門票 一個人要收到十二塊美金 大概是三百六十塊左右 臺幣 然後大顆車是收三百塊 小顆車是收六十一塊 大概是要一千八百塊 收得比臺灣貴很多很多 所以漫白大哥收錢 我們就是很多人講說 對的確大家都有繳稅嘛 可是我沒有去國家公園 你天天去 那這也不符合公平原則 使用者付費不才是公平嗎 我覺得像我們觀光局 為什麼剛剛那個 那個在說 就是說 譬如說野柳地質公園 其實上他不是 他只是個地質公園 他不是一個國家風景區 但是在野柳地質公園 實際上他為什麼 有這麼多的觀客 有這麼多的路客 然後會造成很多路客的好奇 因為畢竟大陸很多在內地 然後他看到海不容易 那我們這樣優美的這種海岸 真的是讓他非常吸引 但是問題是 這是他一個宣傳 他是一個教育 今天你國家公園 你不會學學觀光局嗎 你要去宣傳 你的國家公園的特色 你怎麼樣去吸引觀光客 但是我覺得 我們的國家公園 都很保守 一個是要保護他的一個人區 但是他也不懂得 去教育老百姓 怎麼樣去跑到國家公園 其實上有時候 我在問學生 有幾個人去過國家公園 十個他們只有兩個 甚至一個 所以他們本身的教育有問題 他們的宣傳有問題 現在把老百姓來開刀 來收起 就像剛剛的聽眾這樣 在拔 所以我這也會 他應該就是 講這個方法來講 一場地震 奪去了七萬條人命 六千個家庭 失去他們唯一的孩子 葉洪梅和祝俊生 也和讀生女兒天人勇格 為了撫平傷痛 中國政府決定要幫這些家庭 再生個孩子 找回他們的希望 週五晚間十點 主題之夜 活著 看天空翱翔的鳥類 長久以來與人類的關係 鳥類的歷史 遠遠早於人類的時代 牠們甚至飛越巨大的恐龍上空 鳥類與人類歷史 有什麼美麗又有趣的故事呢 4月25號起 晚上十點全紀錄 自然之意 就在公共電視 公視牆擋影集 公視強黨影集 十三號 倉庫 這是最老虎的 練習 你不能告诉阿瑞或甚至网络 Baring 好 我希望你把这个仓务 让这个技术离开 Pete 你们在做疯狂 这一件事 你们在骗 你们在做解决 在独立 看 你的手 在挖 十三号仓库第二季 今天晚上十一点 就在公事频道 青蛙帮她找到了 青蛙要公主答应跟她做朋友 你好好爱我 我可以在宴会上坐在你身边 可以与你共用宴会的金餐盘 跟你共用一个杯子 还可以跟你睡同一张床 但是公主却反悔了 4月27日 周六早上八点 童话故事集 青蛙王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